現在才知道 享受也能選核包 菁美美 是 你知道現在外面十一住行 百物皆掌 可是唯有一樣東西不能捨 吃 對 因為吃是台灣人太重要的文化了 因為大家都認為說 不景氣的時候要縮一 但是我不贊成解釋 沒錯 尤其是現在的人 而且你知道什麼樣的人重視吃嗎 什麼樣的人 連我五歲的女兒 他都很在乎這件事 有一天他放假在家 他說媽媽今天我們要幹嘛 我就說媽媽可以帶你觀光書局 或是我們去做做年圖什麼的 他說媽媽我覺得今天我們聊 兩姐妹 然後我就說 媽媽是你的姐妹 他說對啊 因為姐妹才有下午茶 他還什麼下午茶之類的 對 有人以為說情奇事話 其實是吃最重要 對 有吃的時候你才感覺那種存在的價值 不然賺錢是要做什麼 賺錢就是要改善生活 改善生活 平均 你只要不要偷借開 其實我覺得偶爾的慰繞自己是應該的 對 那根據調查 我們國內21歲到45歲 那平均有七成的人 他每個月都有兩次到三次吃下午茶 而且還有一個最重要的是 我覺得下午茶很省錢 對 你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你看啊 你中午可以不用吃 晚上可以不用吃 你吃下午茶省兩頓耶 兩頓可以一頓啊 對 這樣子很省耶 那以後就天天吃下午茶就好了 中午便當省下來 晚上的晚餐也都省下來 我老公應該會昏氣啊 但是今天很重要 我們要推薦大家有很多好吃 高級 但是又不貴的下午茶 給我們的觀眾朋友 對 今天大家都很有福氣 是 來歡迎我們PRO級的下午茶達人 小蕾 哈囉 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Ivy 哈囉 大家好 歡迎Yepo 哈囉 我是Yepo 那我們今天也請來兩位美食的作家 一個是李唯 嗨 一個是雨婷 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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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知道今天錄這一集我真的超興奮的 真的喔 因為一直聞到正正美食香 不斷聞到 好扑鼻而來耶 剛剛中午本來是有便當的 但是他便當 你不要講出來嘛 哈哈哈哈 他一直叫我吃便當 我說我幹嘛 他說你只要吃便當以後 等一下 都是我的 下午茶的那裡看他要吃 對 你看 聰明 聰明 對 那像小蕾 應該大家三位女生都有在吃下午茶吧 嗯 有的時候跟朋友會約會 但是你們最重視下午茶哪一個部分 最主要就是氣氛 氣氛 對 我覺得氣氛很重要 對 那Ivy呢 我也是 因為其實 我都比較喜歡自己做 真的 自己做 對 我覺得 他比我更省耶 對 對 我其實很省 可是可以去他家 我就是每一天三餐都自己做 那 我是 除非真的是好姐妹 約出去 我才會去 那 那種的就是最重視就是氣氛 其實很多我們經過調查有93%的人 他也都是希望那個氣氛 氣氛比其他都重要 都擺在第一位 對 那有70%的人 他幾乎每個禮拜都花100塊到300塊 他的小蕾的一個空間 Range差不多100塊到300塊 這是目前市場的一個平均的水準 是 那像李唯有在法國待過對不對 法國應該也是一個就是 對 其實我剛剛在講說大家現在 台灣的小蕾是非常的盛行對不對 而且就是台灣我覺得 這幾年的發展 已經變成是一個 下午茶的天堂 是 那你看從早期那種英式兩層的下午茶 到現在 你要吃鹹的也有 甜的也有 然後現做的也有 像我們今天現場就是有介紹一些甜點 就是我剛剛看了 哇 那個都是馬卡龍就好了 什麼時候看完就不想吃便當 對 馬卡龍就是裡面很多種變化有沒有 大家看到就是 怎麼會馬卡龍已經演變成那種好幾層 然後有兩種顏色的 然後裡面內心也不一樣的 那在法國的下午茶 他們有什麼特殊的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外國人其實比較無聊 對 他們的下午茶 真的就是在喝下午茶 只喝茶 對 法國就是 就是所謂沙龍的對嘛 就在路邊嘛 哦 路邊咖啡做 對 但是一般如果我們真的 像女性朋友要喝下午茶 有個專門 那叫沙龍的對 就是下午茶茶沙龍的地方 像這樣的地方 全世界有名的 很久了 對 一個百年的茶 茶沙龍的 很有意思 所以他們的文化是 其實喝茶就純粹是喝茶 我也跟我們在台灣是 飯店也有啦 餐廳也有啊 台灣的下午茶好像比較著重在吃 不是 食物很重要 對 第一個 台灣人的創意 第二個就是說 在競爭的過程裡面 它越開花越多 一種新的創意的一個料理作品 對 非常的多 下午的法國啊 你在台灣有吃過什麼 比較特別的下午茶 有 就是我後來有介紹一個 就是這個 我覺得台灣現在的一個 下午茶的市場演變到 很會運用台灣的一些 當地的食材 比如說馬卡龍會加入芋頭 會加入花生 對 它這家在台中的下午茶 它是用有機玫瑰花瓣 然後上面花瓣不是 上面有那個水珠 它水珠其實是果膠 就是果糖 可以吃 像水珠一樣很美 這翻出來女生都會尖叫那種 捨不得吃的感覺 對 很美 你現在下午茶 首先第一個動作都要拍照啊 對 對 肥瑞剛剛傻眼 怎麼會這麼美呢 很漂亮 下午茶去擺的就是很漂亮 然後而且它的中間餅乾 其實我們講的那個拿破仁千層派 那種千層派餅 感覺也非常的美 所以台灣現在下午茶的市場 已經演變得非常的多元 其實也非常精緻 非常精緻 對 好 現在呢 我們已經看到啊 我們桌上放的讓人獅子 好多 這個下午茶是Apple幫我們準備的 沒錯 它這間店呢 其實它在那個還滿近的 因為我常常逛街 可能逛一逛 就會開始找店吃 然後它是在中山的捷運站附近 百貨公司旁邊 其實附近有很多選擇 你有去過這家 我去過三次 哇 很難排很難排 對 還滿多人的 很隱密 那我都利用禮拜六 禮拜天的晚上 晚上 那我覺得它 我覺得它比較特別的是 它的東西 因為我很怕吃太甜 是 對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太甜 你可能吃一兩口就很膩 然後就變成吃不下 那我推薦可以先吃 你們前面這個 杏仁雙派 哇 你不要吃啊 你講 你還很想吃啊 你每天 你每天在吃 我們吃的時候 你要負責介紹 為什麼會推薦大家 但沒辦法 美食在眼前 我還是要偷吃 快看它的口感 它雖然說它是杏仁雙派 但是它不是那種偏甜的口味 它的杏仁有烤過 所以是有點苦苦的 可是也不到太苦 然後它不會太甜 吃下去還有一點 冰淇淋的感覺 對 它就是做成冰淇淋的樣子 想吃我的口感 不 share 對 你要share嗎 整盤直接拿過 其實這在台灣的甜點店很少做對不對 對 像是義大利是雪糕 對 所以義大利是雪糕 其實是比較頂級的一個 對 我在別間店就沒有吃過這樣 其實以前我在飯店採訪的話 就是只有飯店才會做這個 這叫semi-fido 那它是拌凍的那種軟膏 所以就是說在一般的店 甜甜店可以嘗到這個甜點 其實是很特別的 對啊 那我們來介紹 接下來第二道可以吃焦糖布丁 布丁 對 我最愛了 因為它你們先吃吃看 它的布丁有 對 所以它的布丁就是 不像一般外面的布丁 可能會太甜 會很膩 它的也是有一點點茶味 對 還有一點苦味 憲哥 剛剛一人拿來就先餵我 我都覺得甜甜要有一點不好意思 很好吃 它吃起來真的有非常濃郁的紅茶味 對不對 對 它的特色 而且它布丁蠻蜜食的對不對 對 很綿密 很多台灣做的會太水 對 它都是布丁做得很好 而且那個茶味真的是蠻特別的 很濃郁 很特別 在剛剛沒吃過有紅茶味的 對 我這樣講 好像沒吃過紅茶味的 那再來第三樣呢 我覺得大家可以先吃 熔岩巧克力 而且 小心小心的挖開 要用鏡頭看 它非常的厲害 會爆漿嗎 會爆漿嗎 它會爆漿 它會爆漿 巧克力會流出來 對 所以它是熱的嘛 它裡面 對 它裡面是有點溫溫的 對 哇 這個怎麼吃 沒有 有有有 這個吃好 有有 對 有有有 很純 那個 真的很容易 這會瘋掉 對啊 就看到巧克力融出來 在那一刻 哇 真的 這會有空調 大家很忙啦 對啊 因為我忙 很酸 我剛剛不小心的 吸氣了 然後吸到那個糖粉 然後也吸到那個香 好重喔 這時候再來配上一杯咖啡 或一杯茶 對 接下來呢 就是要喝大家前面的奇異果汁 哇 對 現打的 所以才吃完巧克力以後 要馬上來一個比較清爽的口感 就可以接著吃下一道 對 好濃郁喔 很沉 嗯 這個真的很好喝 真的很好喝 真的很好喝 很濃喔 女生有時候喝下午茶 是不是會有一些主題 其實會 就是有時候其實三五好友 就很喜歡就是 今天我們想說 鴿子襯衫 就是鴿子襯衫系列 然後就牛仔褲 是 其實像有些媽媽 你也知道有些媽媽 可能會有一些副業 嗯 然後就可能今天要推薦 就變成他老公投資的一個生化面膜什麼的 他就會做一個 譬如說特別的包廂的 包廂式的那種下午茶 然後就是把所有的面膜都擺在桌上 所以一邊喝下午茶 還可以討論說這個東西好不好用 或什麼產品 好好喔 那可以一邊敷嗎 一邊敷就吃 包廂裡面其實是OK的 因為沒有人看得到 我自己 我覺得最 我去過最特別的就是去 寵物餐廳的下午茶 那很好玩 對 像我們會帶 對 因為我做流浪狗協會 所以你們都是可以敷衍 我都跟流浪狗一起喝茶 我一起喝 我比較想知道最後一個吃什麼 我都不讓你吃 這個叫做南瓜起司蛋糕 我們都看準那是南瓜 對 而且我覺得很特別的是 融合的南瓜味還有起司 融合得非常好 而且如果你仔細看 都有可以看得出來 果肉 纖維 真材實料 我想價格應該不肥喔 沒錯 大家顧一下 那這個價格差不多多少錢 大概多少錢 有喝飲料嗎 沒有 飲料沒有 沒有飲料 對 一袋蛋糕少說也要個 180到250吧 哇 哪那麼貴啊 這麼貴 這家店不用嗎 這家店應該不用 我去到的是黑店吧 哈哈哈哈 太貴了吧 好貴喔 可是老實說 它真的蠻物超所知 就是因為它用的料都非常的實在 對 因為外面有很多什麼 各種品牌的青奶油 都其實你吃得出來不一樣 而且現在廠商 你在外面一小袋蛋糕就很貴 我那天去放百貨公司 看到那個蛋糕這麼小一袋喔 300多塊 哇 它就怎麼做的 上面有金粉 金粉小可以嗎 金品吧 沒有 真的 那上面有金粉 對 有金粉 或者說寶貝這個我們就 這個不能吃喔 看一看就好 哈哈哈哈 可是小蕾娜你覺得多少錢 我覺得可能 60吧 真的 對啊 好 我們請Apple來公布一下 好 我要公布囉 答案就是 免費 哇 免費 好吃喔 免費 這麼好吃 對 因為其實這家店 它是有供 就供晚餐跟午餐的 所以它其實是去吃義大利麵 然後你可能吃完以後 你點了它的主餐 它就會送你一個甜點 不用錢啊 對 所以你如果要去的話 一定要預約 因為非常多的人 可以一個人去吃義大利麵 然後再兩個朋友嗎 對 兩個朋友 可以啦 兩個朋友都點兩個啊 一份主餐只有一個甜點 然後像它果汁也是單點的 但是像剛才大家說 奇異果汁非常好喝 而且它才十六 但是它才55元 算便宜 真的很便宜 可是它的義大利麵貴嗎 也不貴 大概是150到200多的價錢 好便宜喔 150到260之間 算了價錢 先生怎麼知道這麼好看的餐廳 你都沒推薦給我過 我 等一下還有誰要推薦 所以接下來 對 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誰要帶來 好吃的下午茶 哇 你好 下午茶第二波 有換我喔 OK 今天我帶的就是因為 最近是還蠻流行的 貝斯廣告 可是我覺得 這家是差在哪裡 就是裝潢 因為最主要的 對我來說是氣氛 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嗎 對 這裝潢 很可愛啊 很像那個 可以這樣 可以這樣 古時候的 歐式的小 可以這樣 就很可愛 而且我真的是第一次在台灣看到這種的 好童話的一家店 對 裡面有一點 樓上面還是Princess 有一點Alice in Wonderland的感覺 很浪漫 是很可愛 這種店很難想像 憲哥在裡面的話 對 很常在裡面 應該我不會去吧 台灣去 很卡通 你那個King啊 你帶小 很常在那邊就是媽媽會帶小朋友 其實我沒有去過 小朋友在他的那個Candy Bar那邊 就停在那裡 就不回來做了 對 還可以做那個棉花糖啊 因為他一個Candy Bar好漂亮 他的櫃檯有各式各樣的產色糖果 各式各樣的產色糖果 而且那些糖果現在去一般的地方買不到 那個 糖果都是很歐式的感覺 然後他還幫你包裝 包得好好 還打個小蝴蝶子 真的 所以小朋友可以在那邊自己做糖果 對 有棉花糖 有棉花糖 有棉花糖可以自己沾 反正他們最有名的就是杯子蛋糕 那他們有很多種 那為什麼要插著這個蛋糕 重點是這個 這個是要吃之前要先擠 擠上去 因為裡面是有一種Sauce 就是有一個醬 而且每一個杯子裡面的這個Sauce 不一樣 看我的是紫色的 都是配那個口味的 對 然後憲哥的是白色的 白色的 憲哥是拿出來擠吧 憲哥擠在裡面 沒有要擠在裡面 擠在裡面 對 對 憲哥你很時髦耶 你知道擠在裡面 我把 我剛剛本來想把他拿出來擠在我的棉花糖上面 其實現在這種吃法很流行 其實是馬卡龍中間的內蟹也是會用這個東西 對一個Sauce夾在裡面擠進去 它口味會變很多種 好像在幫杯子打蛋 口味就比較多元 對比較複雜 好像好像杯子打細喔 對好像在幫他打針耶 小朋友應該會 小朋友很喜歡 對 那憲哥是什麼 這是巧克力 外面應該是 有一點算 那個有椰子 對 椰子在上面 外面是那個椰子 還有藍莓 很清香 而且他們做法都是 不太像美國吃到的 是很 比較有那個歐式的 就比較輕 然後這邊 比較鬆軟的 像我們在美國都是用butter 就是butter cream做的 對 蘋果 所以這個完全一樣 對 你快吃完一顆喔 你是不是應該講講 口感如何 我的很酷耶 它的是 上面的好像是椰子絲 然後是巧克力口味 而且它椰子絲 有一點淡淡鹹鹹的味道 真的 很好吃 椰子絲還有點脆脆的 然後有點鹹鹹的 我這個那個棉花糖喔 然後裡面好像有夾那個 藍莓還是覆盆子醬之類的東西 有一點酸酸的 對 就是有果肉在裡面 然後再配上那個棉花糖Q彈的 那個口感 然後再加上蛋糕 就又Q又軟 又酸又甜 然後吃下去舌尖又跳舞 對 對 哇 你好浪漫喔 不是嗎 其實他們 他們的口味都是很像他們店裡一樣 就是好豐富 而且你一進去他們店就是很夢幻 其實我有朋友啊 他在跟他女朋友求婚的時候 他就買一個很漂亮的杯子蛋糕 然後把他的那個鑽戒 就放在裡面 插在上面 其實我覺得很浪漫 他就拿一個小小的蛋糕 然後就是把那個戒指 對 放在上面 希望你答應他 應該是鑽戒的威力啦 比那個杯子蛋糕還長 對 那要看鑽戒大小 對啊 就兩顆他以上的應該就 那個根本就沒有看到杯子 對 不過我們女生吃下午茶 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呢 店徒貴婦生活 花小錢就能擁有 金燦夢幻珠寶盒 真的 哇 那個棉花糖太好吃了吧 對啊 應該覺得 記住公主耶 一獎麵麵包一個龍蝦雞 你們都在吃 這個不軟啊 在口中炸開 真的我就有點想不講的豬話